基少華,你什麼時候才來找人? 你的病情要不然還沒轉 我當然要回來覆診 你透明的時候口甜舌話 你說得出做得到才好 你不怕你家裡的老婆罵嗎? 你放心吧,雖然我是入罪的 畢竟我都是她上公 她怎麼可以過問我的事? 難道你和你老婆一點感情都沒有? 的確她對我千衣百順 可惜,整個木頭人 什麼都不會沒有離情趣 怎麼像你這麼風情萬種? 小姐 進來 小姐,五姑娘叫我告訴你 威少爺現在來了 在胡心亭等著你 叫你現在馬上過去 你跟威少爺說一聲 我換件衣服就馬上過去吧 知道,小姐 那個壞人敢對你 你怎麼還要去服侍他? 有什麼辦法? 基少爺又不是不知道 我還欠雪月勾郎一大筆錢 要不然這樣 我都不需要掩著良心 去招呼那些壞人 可以跟著基少爺一輩子了 威夢,你放心 我會盡快賺到一筆錢 幫你還一筆債 再幫你贖身 真的嗎?你對我真是好 紅豆、綠豆、花生麻蓉 不知道三表哥喜歡吃哪一款呢? 我還要吃什麼 婉兒,你在做什麼? 沒有,我打算試試做不同的花款 的燒餅而已 試過吧 做什麼?不能吃嗎? 不是,你吃的大表姐 你真是緊張的 無緣無故做這麼多燒餅 幫你不是專程做給早上吃嗎? 當然不是,我打算做不同的花款的燒餅 做多點生意而已 我不明白你的 總是要出去拋頭露面 賣燒餅這麼辛苦 都不知道為什麼 娘一向當你是親生女的看待 我們每個都當你是自己人 不如你乖乖地留在家裡做大小姐 起碼也很貴一點 那不是很好 我和媽媽這麼多年來 吃你們中家,住你們中家 我知道你們一直當我是自己人 不過我覺得整天不做事 從手好走,不是很好 還是自食其力好一點 對了,我都很久沒親手下廚 做東西給我上班吃了 婉兒,不如你教我做幾款漂亮的燒餅 當我回去哄下我上班也好 好,很簡單 拿些材料,又埋領,又花生 三小哥,你在找什麼? 我在找的袋子,找的都不見 我記得袋子那天放在房間裡 那袋子是怎麼樣的? 袋子是紅色的 有條帶子就可以背在旁邊 我有一天幫她拿髒衣服洗的時候 好像見過一個這麼長的袋子 那現在去那邊? 我忘記了 袋子在我洗衣服後就不見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洗衣服的時候 不小心被河水沖走了 你有沒有搞錯? 我叫你不要亂鬥我的東西 你怎麼會給我這麼多麻煩? 我原本打算約了詩詩姑娘去玩 順便送些髮… 總之我現在就不知道送些什麼給她 三小哥,對不起 三小哥,你去哪裡? 我現在就去河道找 你去找找我 姐姐,我真的不明白 你說要對付那個田大貴 為什麼一直都不見你出手? 五百年都能等 等多幾天,你有什麼所謂? 我跟了那個田大貴幾天 發覺他根本沒有法力 如果姐姐要對付他 簡直易如反掌 田大貴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 自從那次我被他的仙氣所傷 之後他一點動靜都沒有 這個人這麼深藏不露 一定有點古怪 那姐姐,你打算怎麼做? 我不會跟他硬撐 所以我打算來一招,借刀殺人 少爺,先喝杯酒吧 福少,你看,詩詩姑娘來了 詩詩姑娘,你怎麼來了? 你別這麼多,你走開,你走開 小伯,走開,走開… 福少爺,你跟詩詩姑娘慢慢聊聊 小玲,好好地服侍福少爺,知道 不如這樣 我們就叫酒菜一邊吃東西 一邊聊天好不好? 也好 不如就叫雪月歐蘭的招牌菜 一人一鐘 好,小伯,你看完了嗎? 你快點過去,一人一鐘 去廚房一叫,快點蒸 不是你,我嗎?你走開 走開,走開,走開 難得福少爺這麼有雅致 不如等一會兒詩詩為福少爺走一曲吧 好道極 小玲,準備留琴 是,姐姐 走了,你鬼馬 詩詩姑娘,能夠聽到你的琴聲 簡直是死而無憾,幾身收到 好,說完秘密就告訴你 外面的人就說你冷藥冰箱,高不可拍 我就說不是了 我就覺得詩詩姑娘你今天 並以近人,惡惡可親 簡直是… 若非福少爺是其他凡夫族旨的話 詩詩真的要好好考慮一下 小爺,冬瓜鐘來了 來 小盲 又是你,我真的見你也沒運行 好可憐 你呀,知不知道我這件衣服多貴 你知道整年薪金你都賠不起嗎? 你… 福少爺不關我的事 剛才是你撞過來的 詩詩姑娘,剛才你怎麼看見的 麻煩你跟我說句公道說話 這次有福少爺你自己不小心 撞去阿貴,不關阿貴的事 詩詩姑娘,我想你的角度看得不清楚 你…來… 師父,你告訴他,你看到什麼? 剛才的確是少爺李發金人 自己撞去田大貴 你出賣我的事… 你別開笑,既然這次你自己不小心 又何必向你的客人出氣呢? 阿貴,出去找人來打掃一下 你驚訝 我也是失陪了 詩詩姑娘,你別走 剛才你答應我和我彈琴 然後跟我聊聊天喝酒,你… 經過一輪的吵鬧 詩詩都毫無啞興了 何況福少爺全身都濕透了 在那時候應該好好疏忍一下 詩詩姑娘,詩詩… 極了,死人田大廢 這個臭我一定要報的 威爺,求我你… 求我你放過,你放少了一條山路 放一條山路給你? 買些假人生給我,騙我 你知不知道你在武地製騙我 讓人知道我怎麼在外面立足 我只是等先生才這麼做 你相信我,我才不敢 還有下次 你還沒死過,你不要… 那怎麼樣? 她無緣主演為什麼會摔倒震呢? 照她的徵狀看,應該是中毒致死的 怎麼回復? 你們應該看到她的嘴唇發黑 我聞到她的嘴裡有很濃烈的五石散味道 應該是復食過兩五石散致死的 你這個臭小女孩 無緣無故吃什麼五石散? 這麼散, 你不要吃五石散 還吃這麼多, 你是不是… 別笑, 怎麼這麼客氣 現在人死了, 對我們有好處 一路一路一路 是…沒事, 別臭… 如果沒甚麼事, 我會先行告退 慢著 讓我告訴你, 若然今晚這件事 有人知道是你洩漏風行出去的 是一個死的就是你 走 阿楊, 謝謝 沒事…怎麼樣… 不是, 這傢伙在橫躺, 硬是睹眼睹鼻 你想辦法幫我解決它吧 這次真是天作惡也, 好一招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 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姐姐的刀就是金有貨 但是我又不明白了 為什麼姐姐要用這麼間接的手法 去害田大貴? 其實我還不可以肯定 那個田大貴就是那個衰神的化身 我這樣做只是以賊萬全 借金有福的手迫害田大貴 引那個衰神出現 那我又明白了 只要金有福出來害田大貴 無論田大貴本身是否衰神 還是跟那個衰神有關 那個衰神一定會出來救田大貴 就是一定會現身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劇集精彩變亂每天不斷放鬆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